第351章人妖书图,空的一声巨响,整座岛屿重重一沉,冥王法相尖头被巨斧嵌入,而身处镇中的白霄云,尖头几乎同时有雪光蹦陷,露出了一道深可见骨的恐怖伤痕。很显然,这座大镇的镇书不是别的,正是他的血肉之躯。白霄云尖头传来阵阵刮骨般的咯咯声响,听着就令人牙酸,他自己却好似浑然不觉一般,另一手虚空一握。 那冥王法相手中便有金光涌现,竟是再次凝成了一柄金刚符魔剑,被他一手挥下,朝着那巨力神员身上一盏而落。巨力神员见状,立即收手一扯,想要将巨斧拉回。 然而,那冥王法相尖头却有一团金光漩涡盘踞,硬生生扯住了巨力神员的巨斧。巨力神员巨斧被禁锢,此刻想收手逃离已经来不及了,他的眼中终于露出一抹惊慌神色, 盲大声喊道,山原老弟,你再不出手,老哥今日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其话音当落,一变陡声,枕落众人所处的小岛猛然间剧烈一阵,岛深境是凌空而起,朝着一侧翻覆而去。 不动冥王大阵五级尽乱,石台尽毁,凝成的虚光法相也瞬间崩塌,其所展落的那一剑在落下的瞬间,崩裂成无数碎片,消散开来。 岛上众人,全都跌落水中,先前就已昏死的普通百姓死伤殆尽,仅于下十余名修士们顿逃而出,站立在波涛起伏的湖面上,心如死灰。 白霄云一手捂着尖头伤口,眼中闪过一抹不解神色。 残存的众人,纷纷聚集到了她的身侧,目光皆失望向了那个从水下缓缓浮上来的墨袍身影,自然正是小龟。 此刻,距离神员已经恢复了本来体量,低头看向身旁的小龟,熟弱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道。 山源老弟,下次可不能开这种玩笑了,吓死老哥了。 大哥慌什么,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 脚规脸上浮现一抹笑意,随意说道,山源,距离神员,看来你早就已经是妖魔的一员了。 神洛心中欲怒难平,咬牙道,不错,我们两百年前就已是结义兄弟了。 脚规大方承认道,所以你一开始就在骗我,我们的位置也是你告知给他们的。 神洛拳头紧钻,问道,原本我还以为需要费些功夫,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能取信于你,还真是。 呵呵,让人感动得很呢。 脚规笑盈盈道,脚规,为什么,沉落终究还是没忍住,问出了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 叫我山源老祖,自古人妖殊途,势不两立,当年你与我结缘,本就是你强行拘押我过去,做那工你去使的奴役。 用过之后就随意舍弃,我如今反杀于你,不也是合情合理。 脚规冷哼一声,说道,正说话间,高空中一道金光垂落,确实那金笋大腰重新掠回,也落在了距离神员身侧。 两名大乘七妖物,一名出窍后七妖物,外加数百大小腰重包围,沉落等人已经完全身陷死局了。 好了,酗酒完毕,就由我亲自送你一城吧。 山源冷笑一声,说道,其话音当落,单手虚空一招,一柄墨绿色巨锤就浮现而出,其上遍布归甲纹路,一看就是以力量和坚固舰长的宝物。 只见其身形一跃,脚下便有层层水浪生腾,将其身躯脱高至十树杖,手中墨绿锯垂上亮起一层朦朦绿光,朝着沈落等人当头砸落下来。 就在这时,一变陡声,湖面上突然响起一阵佛与吟颂之声,一层金色光幕瞬间从沈落等人身外亮起,将他们全都笼罩在了当中。 沈落听着那不动明王咒的声音,猛然回身,就无比惊讶地看到,白霄云盘西坐在正中,身前横着那根西杖,上面亮着明亮光芒。 而在光幕东南西北四个正位上,正有四道模糊身影盘西而坐,身前同样摆放着珊瑚佛珠和古旧佛经等物,竟是再次撑起了不动明王阵。 就在这时,头顶上方顿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那层金色光幕猛然一阵,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道顿时被倾泻下来,在下方湖泊上激起一阵排空巨浪。 只有金色光幕庇护着的十数帐范围里风平浪静,丝毫不受外界影响。 不等沈落出声询问,是海里就响起了白霄云的传音之声,沈大哥,情况紧急,我长话短说。 我已将神秘术请来四位虚幻神奇,助我不下不动明王阵,能够支撑的时间不长,你要抓紧时间,用盾术将剩余这些人带出去。 我的以目先顿上不纯熟,在陌生区域暂时还无法准确控制方向,只怕沈落眉头紧皱,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一旦不动明王阵被攻破,这些人连最后一丝活下去的希望,也就都没有了。 你最多可以带走多少人?白霄云急切传音道,若是早刻震文,我便可一次将所有人都带走,可眼下只能直接施展顿术,一次最多只能带走三人,想要将他们全都带离,至少得往返六次,而且每次施展顿术,都需要耗费些时间才行。 沈落连忙回答,时间你不用管,权力施为即可,我绝技不会让他们打断你施法。 白霄云咬牙道,沈落文言,便也不再迟疑,立即单手在胸前一掐绝,口中低音起口绝来。 还在做垂死挣扎吗?你们这些家伙还真是顽强,山人一击不成,冷声笑道,这次的大震似乎不如上次兼顾,我再试试。 准之轻笑一声,身形一展,再次冲入高空,重新化作了百丈金笋。 伴随着一声嘹亮鸣叫,其身形从云端骤然坠落,兼惠之上金光俱勇,带着风锐无匹之事直刺而下,猛地撞击在了金色光幕上。 空的一声巨震,金色光幕上荡漾开一层强烈涟漪,连同其笼罩着的这片水域,重重向下一沉。 盘坐镇当中的白霄天顿时浑身俱阵,身子猛然前倾,扑得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而这首四方的将神虚影也同样身形前夫,动作与白霄云如出一辙。 很显然,所有的冲击除了被大震阻隔一部分外,其余都被白霄云一人承受了。 沈若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中隐隐作痛,却也无法替白霄云分担,只能全力催动一幕仙盾。 第352章突围 片刻之后,沈若的脚下开始泛起一层白光,斜月光影也随之浮现,四周虚空之中有点点绿芒凭空浮现,朝着他周身俱勇而来。 沈玉,白霄,过来抓住我的肩膀,我带你们离开。 沈若眼见时机成熟,立即喝道,沈玉白霄二人闻声,一时精确都没有动。 先带神连走吧,沈玉一把将族中所剩之人中,最年幼的一人推了过来。 肩带他们走,白霄也几乎同一时间,推了两名恋气气的少女过来,如是说道。 沈若没时间与他们争论,只能令那三人抓住自己的手臂,朝着身后方向一步踏了出去,四人身影绿意模糊,顿时消失在了原地。 沈玉等人见状,皆是松了一口气。 不好,逃走了几个,距离神员立马就发现了情况不对,开口喝道。 大哥,别再一个一个上了,咱们同时出手,不信他还顶得住。 沈玉皱眉道,好,距离神员应了一声,两人同时飞身而起,来到白霄云左右两侧, 各自倾起一拂一锤,亮起两道炫目光芒,朝着金色光幕上重重垂击了下去。 另一边,沈若脚步突然一沉,重新脚踏在了地面上,却是一个亮枪,差点摔倒出去。 他忙稳住身形,将拜出来的三人扶稳,快速打亮了一眼四周,见周围礁石凌寻,海浪俱勇,才发现竟是来到了一处陌生海湾。 此刻,他也来不及细查周围环境,只能对那三人嘱咐道,你们小心藏身在这里,不管发生什么状况,都不要离开,我马上回来。 三名年轻修士早已面色煞白一片,文言紧抿着嘴唇,红着眼睛点头樱下。 沈若心中又是一叹,立即回转身形,再次施展起乙目仙盾,循着先前过来的轨迹,一步不差地传送了回去。 等他身形重新落入不动明王阵中时,就看到白霄云已经头发披散,浑身浴血了,而那盘座四周的将神虚影,也已经光芒淡化到了几乎要消失的样子。 沈若却根本无暇与他说上哪怕一句话,便在此施展以目仙盾,又带走了三人。 眼见阵中又少了三人,距离神员等人顿时觉得蒙受了奇耻大辱,不再有丝毫言语,竟是连番叙事,将所有怒意全部集中于白霄云一人,一个接着一个,连续攻击起金色光幕来。 可此时的白霄云,虽然浑身浴血,身上却亮起了一层七彩佛光,在此光芒的映照下,那四个神奇虚影仿佛重获新生,连带着令整个金色光幕都变得愈发坚实起来。 这家伙疯了吗?竟然在燃烧神魂,饶势镇定如山园,看到这一幕也震惊了。 哼,即便燃烧神魂,他也撑不了多久了,加紧攻击。 距离神员眉头紧皱,大声喝道,高空中已经又有一道金光坠下,笋之仍在不断攻击着光幕。 白霄等人看着身前佛光笼罩着的白霄云,仿佛看到了佛陀降临一般,所有人眼中擒着泪水,满心的哀伤。 沈落再次回来的时候,额头已经挂满了汗水,脸上也变得有些发白。 在这湖泊之上,并无充足的草木精华,他这般连续施展蚁木仙盾,带来的巨大消耗可想而知。 只是他不能停下,更不愿停下,再次带走三人后,等他重新返回时,法力的巨大消耗,令他一个不稳摔倒在了地上。 可不等沈玉过来搀扶,他就已经重新站了起来。 这样你会撑不住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吧,否则怕是要出意外。 白霄云的声音从前面传来,嗓音变得十分低沉。 沈落朝他背影望去,就见其周身宝光已经暗淡,好似一只油进灯窟的蜡烛,再闪烁着最后的火苗。 那四个将神虚银也只差最后一口气,就要消散了。 他心中清楚,不动冥王阵撑不住了,白霄云,也撑不住了。 我先带你走,沈落终究还是动了私心,传音给白霄云。 别说傻话了,若无我撑着,你根本来不及施展不开顿术,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看看带他们谁走吧。 白霄云神魂之力消耗殆尽,已经无法传音了。 正宇的己人闻言,神色哀伤,却没有任何人争着要离开。 父亲,恕女儿不孝,以后不能侍奉身前了。 沈欲向着沈华元公身一拜,转而对众人说道,我愿帮助白前辈守阵,请唤我父亲离开。 说吧,他便直接坐在了古旧佛经旁,只等那将神虚影消散,便接下这守阵的担子。 我也愿与老祖共守此阵,白家儿女,岂能独活。 白毕竟也主动放弃了逃生机会,坐在了珊瑚佛珠旁。 玉儿,你是沈家未来的希望,为父怎可能让你留下,以后你就是沈家家主了。 迟到临头,沈华元突然没有了半点畏惧,老怀安慰地掺起了自己的女儿。 家主既然留下,我也陪着,沈全先前路上又受过几次伤,却一直都能大难不死, 眼下却是主动选择了留下赴死。 沈玉正想说话,却听白萧云嗓音低雅说道, 白毕,沈玉,有时候死了并不可怕,活着才要承受更多, 你们都是各自足中砥柱,日后还有更重的担子要挑。 今日我便独断一回,沈大哥,你就带着他们三人走吧。 沈洛文言,默然点了点头, 沈玉的其他人,也都没有丝毫反对之余,当中走出两人,坐在了另外两件宝物前。 白萧云向他们传授了不动名王咒后, 阵阵吟诵声音便随之响了起来, 原本看似已经濒临崩溃的金色光阵竟是重新焕发光芒, 上面甚至凝出了一层模糊地虚光佛影。 其余人的视线平静,落在沈洛、白碧、沈玉和另一名白家后人身上, 目送着他们离开。 沈洛的视线,则定格在了白萧云染血的后背上, 再次施展了一幕仙盾。 父亲,随着沈玉一声呼唤,一道光芒闪过, 他们的身影消失。 全集,天幕上空有更大的一道光柱垂落, 整片月镜湖分崩离析。 沈洛带着三人,步履飘荡,毫不着力, 在无数绿色光球中穿行, 只是他的法力消耗之距, 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速度, 脚下闪动的斜月虚影也变得模糊一片。 第353章敖战, 骤然间,沈洛一脚踩空, 身形猛然一坠,脚步落在实处, 就带着沈玉三人踉跌着跌了出来。 这一次,他们没能回到先前那处小海湾, 反而来到了一处地是十分开阔的巨大海湾, 前方一片宽广的林寻礁岸上, 占满了成百上千的各式妖族, 正在挥舞着荆棋, 此声呐喊。 更远处的海面上, 还有难以计数的形形色色的水翼妖族, 和数量庞大的虾兵蟹将正激烈厮杀在一起, 扣着竖起的荆棋上, 多有东海龙宫和鳌字样。 这事,沈洛一手撑着身前礁石, 皱眉道, 妖族在攻打东海龙宫, 这里是东海湾, 白闭一眼就看清了眼前状况, 震惊道, 看来整个宇宙已经完全沦陷, 妖族已经向海上进发了。 沈玉眼中还擒着泪水, 见此情形也有些紧张地说道。 正说话间, 前方海面上传来阵阵轰鸣之声, 一道足有百丈高的浪头涌起, 却经久不落, 上面占了一排龙弓战将, 各个身着精致战甲, 看上去阴气勃发。 其中为首一人, 身上穿着一套珊瑚浴衣, 手里握着一杆梨花金枪, 一头水蓝长发已金关竖起, 靠近前额处生着两只蒸笼短角, 一张年轻脸庞英俊无比, 双目之中神光内脸, 令人一眼望去, 便觉得英姿勃发。 与之遥遥相对的, 另一边的海面上同样有水蓝高涌, 上面同样站着七八道人影。 这些人中, 为首一人身着黑色长袍, 身上并无甲皱, 头上戴着一只八面黑官, 一头黑色长发披散身后, 浑身魔气缠绕, 令人看不清面容。 在其身侧, 站着的庶人也都如他一般, 无一人身着甲皱, 其中就有先前派遣徒子徒孙, 追踪沈落的那名容貌丑陋的低矮老者。 两方也不见有何言语, 那低矮老者就率先发难。 只见其脖颈下方鼓掌, 发出阵阵咕咕声响, 一张蛤蟆大口忽然张开, 一股乳白色的枝叶顿石从中喷射而出, 如点点牛乳成雨, 洒落而下。 牛乳落下的瞬间, 半片海水就被染成了乳白之色, 顺着海水侵染而过, 朝着龙宫这边众人蔓延而来, 所过之处大量水底生物被毒杀而死, 不等浮出水面就已经腹石消失。 乳白海水翻滚之际, 还有屡屡雾气生疼而起, 当中散发着莫名气味, 两边修饰健壮, 皆是纷纷亮起护体宝光, 有的甚至下意识眼珠了口鼻。 去吧, 那头生短脚的英俊男子健壮, 冲着身侧点了点头, 其身旁一名体型肥瘦的亲肤老者就当先跃起, 直接往海水中坠落而去。 其落身之时, 身下蓝光涌现, 八条生满膝盘的柔软触手从腰部以下生了出来, 砸入了水中, 开始在水面下疯狂搅动起来。 乍世间, 鼓鼓黑色枝叶从其身下涌出, 与那乳白海水搅动在了一起, 冒出一个个硕大无比的气泡, 海水虽然依旧混浊不堪, 但当中蕴含的毒气却似乎被中和掉了。 巫毒老贼, 咱们过过手, 低矮老者瞳孔一缩, 一声高呼, 奔波而霸, 你找死。 金夫老者一声怒吓, 身下黑夜喷涌, 身形拔高, 直冲入空。 奔波而霸主动相迎, 两者打在了一处。 短脚英俊男子手中长枪一挺, 飞身而过, 直刺向那黑袍男子。 后者则取出一并三叉戟, 与他打在了一处, 两者骄兵之处金光魔器四处飞舞, 令旁人根本不敢进身, 最终越打越高, 双双飞入了高空云层当中。 有了他们起头, 两方其余人马也都纷纷飞入半空, 各自交战在了一处, 一时间厮杀生兵刃撞击之声四起。 这一幕幕, 沈欲几人看得心神激荡, 沈洛却盘坐在一旁恢复法力。 都别看了, 先去找沈脸他们, 会合之后, 我们立马离开这里。 片刻之后, 沈洛睁开双眼, 对几人说道, 好, 白币等人立即回过神来, 点头道, 说吧, 他们便欲趁着尚未被人发现, 赶紧离开。 可就在此时, 众人头顶上空忽然传来一声龙吟, 一道巨大的金色身影从天而降, 轰然砸落在了他们前方不远处的海滩上。 沈洛一目望去, 就看到其身长如莽, 头脚如露, 鳞甲似鱼, 爪似凤, 掌似虎, 个人是一头体长足有百丈的五爪金龙。 只是其身上多有一道道触目惊心抓痕, 上面鳞片剥落, 血肉翻开, 流出泛着淡淡金色的血液, 显然是受了不小的伤势。 与此同时, 天上云层当中, 猛然探出三只巨大的黑色脑袋, 外形酷似真龙, 只是头脚十分短促, 眉心处生有凸起横肉, 比真龙看起来少了几分威严, 多了些许凶煞。 三首娇, 白币一声惊叹, 沈洛自然也认了出来, 胶南水溢当中与龙最为接近的种族, 过往也常有由胶化龙的传说流传, 其却一向不为龙族所认可, 甚至被视为信仪是血的异端, 故而两者间通常都是死敌。 只是龙族作为天下水溢正统, 往往能够天然压制胶类, 可眼前这浑身魔气的三首胶, 修为战利却显然在这条金龙之上。 口三首胶莫然间张口怒吼, 声如滚雷, 震撤天地, 令整片战场都为之一迹, 战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 他要让所有人都亲眼看到他屠龙的一幕, 只是在众人震惊的同时, 却都不免注意到了藏身在后方礁石旁的沈若几人。 敖青, 即便毁了龙宫不要, 你也休想让龙族臣服, 大不了于死网破。 那头金龙忽然腾空而起, 盘旋在半空中, 高声喝道。 说吧, 他突然张口一吐, 一枚拳头大小的蓝色圆球从其口中飞出, 亮起药木蓝光。 光芒周亮之时, 蓝光翻涌不定, 蓝色圆球长大十倍, 上面可见屡屡不规则的蓝色光很涌动, 看起来就好似海浪翻涌一般。 深海无定, 荒海洪流, 金龙口中一声爆喝, 想撤整座东海湾。 乍时间, 遥远的东海深处, 海床剧烈震动, 一股巨大力量从海底迸发而出, 化作一道道从海底荡起的闷雷, 炸向海面。 第354张固人, 原本就已经激荡不已的海面, 忽然平静了下来, 所有海水开始快速倒退, 数息间就倒退开去数十里, 露出大片海底滩土。 但下一瞬, 一道千丈高的巨大海浪, 便遮空毕日从深海席卷而来, 在阵阵轰鸣声中扑天盖地而下, 带着摧毁一切的力量, 直扑向东海湾。 在场无论是龙宫水族, 还是各族妖物都傻了眼, 根本毕无可避, 只能束手等死了。 糟了, 快抓住我。 沈若健壮, 顿时大惊, 他在顾不得其他, 打算拼尽全力, 也要再试着施展一次一目先顿, 将他们带离此处。 沈玉三人只能立马握住上他的手臂, 闭上了眼睛。 然而下一瞬, 一声好似远古巨瘦低鸣的声音, 惊醒了他们。 在人重新睁开双眼时, 就看到一道体型巨大到堪比诚实的黑色身影, 一头撞破了千丈水浪, 从中一穿而出, 张开了一张巨大无比的血口, 从中传来滚滚犀利。 沈若宁望过去, 就见其浑身魔物缠绕, 连全貌都看不完整的头颅, 却极其像是古书中所述的昆蓬, 可还不等他看个分明, 以目先顿的施法就被打断。 他只觉得一股棒驳距离吸引而来, 拉扯着他和沈玉三人同时升空, 飞向了那张血盆巨口。 沈若奋力挣扎, 却根本无济于事, 视线过出一片混乱, 似乎整个东海湾内的所有生灵, 都没能逃开这惊天犀利, 被一绢而空。 他便如难一夜扶平, 在这狂风急浪中肆意飘荡, 双眼渐渐变得沉重, 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 沈若悠悠悠醒来, 朝周围望去, 神色不禁一变。 他此刻独自一人身处一片灰暗世界内, 沈玉, 白碧等人都不见踪影。 头顶是灰黑色的天空, 乌沉沉的十分压抑, 而周围的地面则是一片废墟, 到处都是破砖烂瓦, 而且很多地方都已经腐朽。 这是什么地方, 难道是昆鹏的肚中, 其他人到哪里去了? 沈若悠想起之前的事情, 守在怀中一探, 七心腹笔仍在。 他顾不得检查自己的身体, 翻手取出飞行符, 纵身飞到半空, 朝周围望去。 这片废墟之地面积很大, 他的视线也看不到边, 除了他自己, 也看不到其他活人的气息, 更别说沈玉等人了。 就在此时, 齐飞顿的身形开始不稳, 却是体内法力道庆不足以催动飞行符, 急忙落回了地上。 他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发现并没有受伤, 只是法力消耗严重, 见周围暂时没有危险的气息, 便盘膝坐下, 尝试恢复法力。 这灰黑空间看着虽然荒凉, 周遭充斥的灵气却很浓郁, 他身负20条法脉, 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更极快, 不过片刻便恢复了五六成的法力。 他没有继续打坐, 而是选了一个方向开始探查, 试图搞明白自己如今究竟身处何处, 并寻觅沈玉等人的下落。 只是这片废墟面积大的惊人, 他足足找了半个时辰, 仍没有丝毫进展。 结果当他有一次催动飞行符腾空飞起时, 视线突然望向一个方向, 那里的视野尽头, 隐约能看到丝丝惊光。 他略意沉吟, 将飞行符收起后, 朝那里飞掠而去, 很快便抵达金光的源头。 只见一座金光闪闪的宝塔耸立于此, 塔的底部是一座金色的连台, 上面是九层宝塔, 塔顶高耸入云, 绽放出万道金光。 看着眼前雄伟壮丽的金色宝塔, 神洛倒吸一口气, 一脸惊诧之色, 呆呆看了许久, 才回过神来。 你是何人? 就在此刻, 一个清朗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神洛一惊, 立刻寻声看去, 只见一个身穿金甲的青年 从金色宝塔另一侧走了过来, 正是之前和那三首交大战的五爪金龙。 在下姓沈, 偶然来到了此地, 不知道有尊姓大名。 神洛暗自吐出一口气, 平静下心神, 拱手说道, 你, 咦, 你是神洛兄, 金甲青年正要说什么, 脸上表情突然定住, 惊喜地说道。 神洛听闻此话, 倒是愣在那里, 他自认不会记错, 自己绝对没有见过此人, 以前更没有见过东海龙族。 神兄莫非不记得我了, 我是敖虹啊。 金甲青年看到沈洛金恶的神情, 继续说道。 沈洛听闻金甲青年自曝姓名, 更加确信没有见过对方。 不过他也想到了一种可能, 自己如今是在千年之后, 这个敖虹可能是自己这千年中结识之人。 看敖虹的样子, 两人似乎关系匪浅, 是不错的朋友。 原来是敖兄, 在下前些年神魂遭到了重创, 很多记忆变得模糊, 一时没能记起你, 还请见谅。 沈洛心中瞬间转过诸多念头, 展颜笑道,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想你怎么会不记得我了。 话说沈兄你为何会在此? 猫红笑着说道, 看起来竟然丝毫也没有怀疑沈洛的话。 我和几位道友被妖魔追赶, 一路逃到了东海湾, 被一只巨大昆蓬吞噬, 醒来后就来到了这里。 沈洛照实说道, 我想起来了, 刚刚在外面的海边似乎站着几个人族, 原来沈兄也在其中, 那昆蓬妖物乃是为我而来, 想不到竟然不及了沈兄还有你的朋友, 还请恕罪。 欧红似乎也回想起了沈洛, 抱拳致歉道, 这时我运气不好, 和敖兄有何关系, 不必放在心上。 沈洛摇头笑道, 此事乃是我一手造成, 沈兄放心, 我就算拼上性命, 也会助你和你的那些朋友脱离此地。 欧红正色道, 要脱离这里, 看起来不容易, 我们携手共进就是。 不过敖兄, 刚刚在外面看你和那三手交大战, 言谈之间提及东海龙宫, 那里似乎也有些纷争。 沈洛见对方一脸郑重, 先摇了摇头, 然后目光一动地问道, 妖魔乱世, 哪里也不是净土, 东海龙宫也被妖魔攻占, 我拼死才逃了出来, 想不到仍然难逃魔掌。 欧红叹了口气, 说道, 沈洛文听此话, 心中一惊, 自海龙宫私行云不予之责, 虽然位于人间, 却是正经的先神, 那些妖魔竟然敢攻击四海龙宫, 实力竟然强大到这个程度了吗? 第355张金塔, 将我们吞掉的那只昆蓬, 莫非也是那些妖魔的一员? 沈洛定了定神后, 问道, 那只昆蓬乃是妖师昆蓬老祖后裔, 神通广大, 吞天时地都是小事, 魔化之后神通更加大增, 若非此妖出手, 我东海龙宫岂会败于那些妖魔之手? 欧红愤恨地说道, 此处莫非是那昆蓬的肚子? 沈洛迟疑了一下, 问出了目前最关心的问题。 只怕是的, 我对那昆蓬妖物也不甚了解, 不过我们既然被其吞掉, 应该是在其腹中, 只是想不到此妖的肚内竟然另有乾坤。 欧红四下望了一眼, 说道, 沈洛闻言, 虽然早有预感, 心中仍旧咯噔了一下。 沈兄也不用担心, 我们既然还活着, 你的那些朋友, 还有我的水兵们定然也无事, 只要我等其心合力, 定然能够平安脱离此地。 欧红似乎看出了沈洛的担心, 劝说道, 当是如此, 沈洛听闻此话, 精神也是一阵, 点了点头。 其他人暂且不说, 我们先探查一下这座金塔吧, 此物出现在这里, 颇为蹊跷, 说不定里面有逃生之路也未可知。 欧红看向眼前的金塔, 说道, 沈洛本就有探查此塔的想法, 自然不会反对。 二人纵身上了塔底的金色连台, 来到金塔入口前。 结果这入口大门竟然是敞开的, 里面黑漆漆看不到任何东西。 两人彼此互望了一眼, 一边警戒周围的动静, 小心地朝着入口走去。 可距离入口还有丈许距离的时候, 前方虚空突然吃来一声, 凭空浮现出一道白色光照, 将入口笼罩在其中。 两人脚步一停, 定睛望去, 见光照上缭绕着无数火花般的白光, 发出轻微的琵琶之声, 一看便知是极其厉害的静置。 沈落眉头一皱, 白色光照的光芒闪动间迸发出 一股股宏大的灵力波动, 远超他目前的境界。 果然, 这金塔不是那么好近的, 沈兄你退后一些。 欧红黑黑一声, 却并无丝毫退缩之意, 右手一挥, 掌心电光一闪, 取出那感梨花金枪。 欧兄, 你在外面似乎受伤不清, 贸然调动法力, 可会引发伤势。 沈落眉问道, 欧红出身高贵, 修为已高, 人却很和善, 甚至有些天真的感觉, 沈落虽然和其初次相见, 也不由得好感大起。 之前受创并不深, 且我龙公有疗伤秘术, 已经没事了。 欧红摇头说道, 沈落这才安心, 纵身退到了远处。 欧红两手持枪, 上面金色电光骤然大胜, 发出无数霹雳震响, 沈落虽然退到了十几帐外, 仍旧感觉心惊肉跳, 急忙又退了一段距离。 龙战雨也, 欧红挽了一个枪花, 身体半弓, 一枪洞穿而出。 这一枪没有任何花哨, 唯一的特点就是快, 以沈落幕前的修为, 也只看到了一道金色寒光闪过, 战枪便刺在了光照上。 欧红身周金光也一名, 形成一条五爪金龙虚影, 顶端便是那柄战枪枪头。 碰的一声巨响传来, 无数金色电弧从战枪上爆发而出, 将前面的白色光照一下淹没其中, 让人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形。 见此情形, 沈落眼睛微眯, 散发出神时, 探查其中的情况, 面上露出一丝喜色。 无数金色电弧内, 金枪枪头已经扎入了白色光照内。 欧红嘴角也露出一丝喜色, 身上金光越发浓郁, 身周的金龙虚影摇头摆尾, 奋力朝前面钻去。 然而就在此刻, 白色光照上突然白光大放, 一道碗口粗的至白闪电飞射而出, 披在金枪身上。 金枪上的金色电弧被轻易搅碎, 然后轰蒙一声巨响, 金枪也被击飞了出去。 欧红双手虎口开裂, 金色鲜血蜂拥而出, 人也被震得亮枪后退。 他体内的伤势似乎被牵动, 挖得一声, 吐出一小口金色血液。 欧兄, 你没事吧? 沈落身形一晃出现在欧红身后, 扶住其的身体。 欧红的金色血液有两滴溅落在他身上, 唯有一丝心气, 反而散发出振振清香, 让人闻之变觉得心旷神疑。 传闻中蒙血乃极具滋补功效之灵物, 果然如此。 沈落心中暗道, 虽然有心收集, 但当着欧红的面却不太方便。 讲不到这禁制竟然如此厉害, 我破解不了, 看沈兄你的了。 欧红站稳身体, 苦笑地说道, 欧兄兄为远胜在下, 你都破不了的禁制, 我怕是更没希望, 沈落摇头说道。 结果其话未说完, 体内法力突然自动运转起来, 绽放出耀眼金光, 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 还未等他做出什么举动, 便觉手脚变得完全不听使唤, 自己竟开始迈步朝着白色光照走去, 几步变到了光照之前, 抬手按在了上面。 嗡的一声, 白色光照再次爆发出耀眼白光, 一下淹没了沈落的身体, 等白光消退, 沈落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欧红看到此目, 不觉瞪大了眼睛, 愣在了那里。 沈落只觉眼前一花, 而后便出现在一处金色台阶上。 他对于四肢身体及体内法力的掌控权回到他的手中, 紧忙收敛身上的金光, 朝着周围打亮而去, 面色为之一变。 他此刻不是在别处, 正在那九层金塔最顶层的塔门外的台阶上。 金塔周围的情况尽收眼底, 下面的欧红也看得清清楚楚。 只是欧红似乎没有看到他, 还在入口前一脸焦急地来回踱步, 时而驻足苦思冥想。 沈落大声呼喊了几声, 见没有作用, 便向台阶下走去, 想走到塔边, 好让欧红注意到自己, 可刚走两步, 一道环形白色光照出现在前面, 挡住了去路。 这和在下面遇到的光照一模一样, 他只好停了下来, 运起黄亭金, 身上冲起耀眼金光, 并且闪耀不已, 试图引起敖红的注意。 可任凭他使劲浑身解数, 下面的敖红都毫无动静, 更没有抬头向上看一眼。 看来这里的禁止江里面的情况彻底隔绝了, 沈落心中暗道, 便也没有再突然费力, 白色光照将金塔第九层整个笼罩在内, 无法向下, 他只得转身朝台阶上面走去, 来到第九层的金塔大门前。 塔门紧闭, 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第356章法宝六层边, 沈落迟疑了一下后, 抬手在门上轻轻一推。 出乎他的预料, 塔门没有丝毫阻碍的枝亚一声被打开。 映入他眼帘的, 是一座金光灿灿的大殿, 足有二三十丈大小, 里面空无一物, 只在最深处摆放了一把白玉石椅, 一个身形高大的金甲天江端坐在上面。 此天江身穿金甲, 头戴金翅乌宝冠, 一棚黑须垂胸, 看起来异常威严, 左手持着一根造型古朴的乌黑大铁边, 右手中拖着一座迷你金塔。 一股庞大无比的威压从这金甲天江身上散发而出, 远在敖洪之上, 店内空气也无风自动, 以其为中心形成一个巨大的气流漩涡, 似乎将光线也吞噬进去, 看起来异常昏暗。 神若被金甲天江的强大气息所射, 闪身躲到了店外的大门旁, 同时目不转睛地打亮起对方。 结果店内的金甲天江并没有任何举动, 仍就静静坐在那里, 似乎没有察觉到店门打开, 也没有发现神若的存在。 神若心下好奇, 迟疑了片刻后, 探头再次朝里面望去, 眼睛突然瞪大。 那天江双目紧闭, 面色枯黄, 身躯一动不动, 虽然散发出庞大威压, 却没有一点活物的生气。 原来是一具遗骸, 神若松了口气, 这才放下心来, 走进了店内。 他来到金甲天江身前, 仔细上下打亮了几眼, 视线很快停留在天江手中的金塔上, 嘴里轻盈了一声。 这金塔也分九层, 底部是一座金色连台, 看起来竟然和外面的金塔一般无二, 上面流动遮液体般的金灰, 如有实质的灵力波动从上面散发而出, 比沈洛以前见过的任何宝物都灵动不知多少倍了。 金甲天江左手中的黑色铁边也是一样, 上面营绕着一股异常强大的灵力波动, 看着便觉得心惊胆战。 这两件宝物, 难道是法宝? 神若眼睛一亮, 他从未见过真正的法宝, 只在书上看到过一些记载, 但这九层金塔和黑色铁边翼散出的气息和威压实在害人, 远远超过他的半月环, 应该达到了法宝级别。 不过转念一想, 这句天江狮还死后都还拥有这般强大的威压, 其还活着的时候, 不知该多厉害, 有两件法宝也正常。 这位前辈, 我不知您是何方天江, 不过您既然已经身死, 这两件法宝放在这里也是摆设, 就借晚辈一用吧。 他迟疑了一下后, 走到朝金甲天江身前行了伊礼, 然后伸手握住那根黑色铁边, 运力一抽。 出乎他的预料, 轻轻松松便将铁边拿过出来。 沉洛眼中一喜, 将黑色铁边拿在手中, 仔细端详。 此边造型古朴, 长三尺三寸, 有十三节之多, 和寻常的九节钢边大不相同, 痛体散发出阵阵太古苍凉气息, 中间部位用古撰文明刻了六成两个小字。 六成边, 名字倒是不错, 沉洛暗暗点头, 挥舞了两下, 此边异常沉重, 足有千斤之上, 但他如今黄亭金小有所成, 可谓力大无穷, 拿着正好趁手。 他把玩了此边一会, 运其体内法力, 缓缓注入其中, 但六成边上泛起一层微弱黑光, 除此之外便在无反应。 果然有禁制, 不知道九九通宝诀能否炼化法宝禁制。 而且我听说法宝通灵, 内部都有主人的印记, 即便其陨落, 印记也不会消失, 别人拿到也无法发挥出全部的威能, 不知这六成边内是否也有印记存在。 沈洛心中转着各种念头, 将六成边抱在怀中, 运转九九通宝诀, 尝试炼化内部尽致。 转眼间半个时辰过去, 一声如野兽丝吼般的低吼突然在殿内响起, 六成边上荡漾的黑光豁然变亮了十倍, 笼罩住整个边身。 一股狂暴的黑风从黑光中散发而出, 围绕着沈洛盘旋飞舞, 使得附近虚空也未知一暗的同时, 周围十几丈范围内的空气都发出尖锐的呼啸之声。 沈洛豁然睁开双目, 面色又惊又喜。 没想到他只是略意尝试, 便将这六成边的一次层禁制炼化成功, 且仅仅一层便威力惊人, 若是将边内所有禁制彻底炼化, 真不知会厉害到什么程度。 不过现在显然不是继续炼化的时候, 沈洛翻手将六成边收入七星伏笔空间, 伸手去取那座金色宝塔。 此塔发无论是外观感受, 还是散出的威能都在六成边之上, 显然是品级更要的宝物。 但金色宝塔好像固定在金甲天江手中一般, 无论他如何用力, 也拿不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沈洛眉头促起, 放开了手, 就在此刻, 一变突生, 金甲天江突然睁开双目, 一片金色光滑从其双目之中喷射而出, 笼罩住了沈洛的身体。 沈洛心中一领, 但他的身体好像中了定身符一般, 完全动弹不得。 中围景色随即大变, 大殿消失不见, 出现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中。 此处上没有天, 下没有地, 他身体悬浮在半空, 却也没有不适之感。 金甲天江仍旧坐在他面前, 只是对方此刻的脸颊已经和常人无异, 不再是尸骸的模样, 双目尽量有神地看了过来。 沈洛身体被定住的感觉已经消失不见, 心惊之下, 身形一动, 立刻朝后眠道射而出。 但金甲天江微微一笑, 对手中的金色宝塔飞射而出, 一闪出现在沈洛头顶, 一道金光从上面射出, 照在沈洛身上。 沈洛顿时觉得身上如同压了一座飓风, 扑通一下倒在虚空中, 任凭他如何挣扎, 都如同楼椅扛山, 暗点也动弹不了。 原来阁下还活着, 在下先前冒犯, 擅自取了前辈的法宝, 还请见谅, 我这便还给你。 他眼中闪过一丝惊慌, 很快便镇定下来, 开口说道。 说完此话, 沈洛神时蔓延向怀中的七星伏笔, 可却一下穿透了过去, 这七星伏笔只是一个虚幻影子。 不仅仅是七星伏笔, 他身上的衣服也是一样, 好像一个虚影, 空有其表而已。 他的身体也是如此, 仿佛灵体一般虚幻。 第357章金甲天将, 我记得方寸山点集中曾经提及, 神魂之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后, 可以强行将对方神魂拉扯进幻境之中, 莫非就是眼前这个情况? 沈洛安安想到, 就在他心念电转间, 金甲天将豁然站起身来, 大步走到沈洛身前。 虽然修为低了点, 但心性还算不错, 只能将就了。 为等沈洛说话, 金甲天将淡淡开口, 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话音当落, 天将身体移动, 化为一道金色虚影, 直接扑向沈洛, 融入他的体内。 一股热流注入沈洛的身体, 可他现在全身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的发生。 就在此刻, 沈洛体内人本停滞的法力 通然自动运转起来, 绽放出耀眼金光, 三龙三象的虚影在金光中浮现而出, 发出阵阵龙吟向吼的巨响。 注入他体内的热流立刻迟缓下来, 似乎被龙象虚影所阻。 但金甲天将所化的热流更加厉害, 飞快突破龙象虚影的阻拦, 继续融入他的身体。 三龙三象的虚影发出愤怒的咆哮, 金光一闪之下化为六枚碗口大小的金色符纹, 围入沈洛体内。 无数金色光焰从他体内爆发而出, 如同烈日般耀眼。 那股热流顿时被逼迫出来, 重新化为了金甲天将的身影。 不可能,这是黄亭晶,你是方寸山弟子。 金甲天将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单手一招。 金塔散发的金光一收, 从沈洛头上飞走, 重新落入金甲天将手中。 在下确实与方寸山有些渊源, 沈洛身上如同泰山般的压力消失不见, 翻身站了起来, 冲金甲天将回到。 眼前之人实力高深莫测, 超出他不知多少, 他也没有试图逃走, 只得先硬着头皮承认下来再随机应变。 黄亭晶是方寸山镇派宝典, 除了当年的齐天大圣, 再没有人修成此功。 天意, 因果, 难道就是他? 金甲天将看着沈洛, 喃喃自语地说着含糊不清的话语。 沈洛听得糊里糊涂, 却不敢乱问, 只好乖乖站立在那里。 金甲天将很快抬起头来, 张口一吐, 一团金光飞射而出, 化为一本金色天策。 沈洛看到对方举动, 心中一领, 金甲天将口中送念了几句咒语, 将手中天侧一挥, 一片金光从上面挥洒而出, 卷住沈洛的身体。 阁下要干时, 沈洛面上变色, 可不等他话说完, 眼前再次一花, 出现在一个金色空间内。 和刚刚的白色空间不同, 在这里他的身体不再虚幻, 变成了实体, 只是除了身体外, 他身上的衣物, 其心服彼等外物还是虚幻之物。 我的实力太过弱小, 才会被这些大神通者随意摆弄。 我要尽快提升修为, 最起码也要达到大成七, 才能在这千年后的乱石之中获得一席立足之地。 他心中暗道一声, 这才朝周围打量而去。 他脚下是一座方形石台, 数百丈大小, 吃台油粗糙的青色石块铺就, 这些青石看着普通却又有种远古沧桑之感, 显然不是寻常石块。 青石之上不时还有一块快鹤红色的痕迹, 仿佛鲜血染旧, 深浅不一, 似乎这里经常进行血腥无比的厮杀, 鲜血虽然已经淡掉, 仍旧有浓重无比的杀戮气息从中透出, 让人心惊之余, 也忍不住兴奋。 在石台四角各耸立了一根青色石柱, 顶端燃烧着一团金色火焰。 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沈洛心中困惑, 就在这时, 他眼前数帐外荧光一闪, 出现一个身穿银色假衣的大汉。 此人满脸胡茶, 骨骼宽大, 看起来非常粗犷, 只是脸上神色非常木然, 一点表情也没有。 木然归木然, 一股雄浑的气息从银甲大汉身上散发而出, 也是出窍中期的境界, 却比沈洛厉害不少。 大汉单手持着一柄亮银枪, 枪头闪动着森然的寒光, 一看遍知识品阶级高的法器, 还在半月环之上。 沈洛眼见此木, 暗暗警惕, 正要开口打个招呼。 但银甲大汉或人看了过来, 木然的双木泛起强烈的战役, 手中银枪上陡然绽放出刺木光芒。 荧光太过刺眼, 沈洛也不由眯起了眼睛。 可就是这时候, 他眼前荧光闪动, 银枪枪头不知怎么就到了他身前, 直接刺入了沈洛的小腹。 但沈洛身形徐徐散去, 却是一道残硬。 正位道友, 为何一出现就攻击于我? 在下自问没有得罪你, 沈洛身影十几丈外浮现而出, 开口说道。 但银甲大汉毫不理会, 立刻转身扑了过来, 脚步一抬, 人便瞬间跨过了十几丈的距离, 出现在沈洛身前, 速度快得难以置信。 他手中银枪更化为一道隐隐, 流星斑刺向他的胸口, 比之前那一枪更快。 阁下当针要打, 我自当奉陪。 沈洛身形一晃, 再次躲过这一枪, 沈生说道。 银甲大汉仍旧没有说话, 手中银枪一抖, 六道银蛇般的枪影垫射而出, 分别刺向沈洛身体各处。 我奈何不了那天将, 难道还怕了你吗? 沈洛眼睛微眯, 也不再废话, 脚上光影闪过, 身体骤然化为一道薄薄的金影, 从六道枪影中一穿而过, 眨眼尖便扑到银甲大汉身前, 五指成爪, 拉出道道残影, 赫然一把将银色长枪抓在手中。 银甲大汉低吼一声, 手中长枪急速旋转起来, 仿佛一条游动的大蛇, 竟然一下从沈洛手中钻了出来, 枪尾横扫而出, 反击沈洛胸口。 沈洛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脚步一挫, 躲过枪尾横扫。 刚刚他那一抓看似寻常, 失色已惊视全力, 这都没能抓住对方长枪, 看来这银甲大汉的实力要重新估计了。 他身形一动, 化为一道金色幻影栖身到了银甲大汉身旁, 一拳猛击而出。 两人再次厮杀在了一起, 银甲大汉的枪法精妙无比, 一杆银色战枪时而大开大合, 时而诡秘变幻, 配合其身后的修为, 让人防不胜防。 好在沈洛修为本就不弱于对方多少, 加上黄亭金精妙无比, 邪悦部更加诡异绝伦, 面对银甲大汉神出鬼没的枪法, 并未落入下风。 身影交错间, 沈洛与银甲大汉之间的厮杀, 已持续了足有一刻钟。 第358章历练, 沈洛一开始虽然略处下风, 但十几个回合下来, 渐渐将对方的枪法攻势路数摸清, 应对起来也不再如起初那般局促, 且开始尝试反击。 银甲大汉手中银枪陡然一番, 宛如雨幕一般的枪影漫天盖地射来, 刺向沈洛全身各处。 又是这一招, 沈洛眼中锐芒一闪, 不退反尽地直接撞进漫天枪影中, 踢表浮现出二十道金光, 二十条法脉内的法力被他尽数挑起。 空蒙一声, 一股强大了数倍的法力波动从他身上爆发, 轻易将对面银甲大汉的气势压倒, 右手一抓而出。 一只桌面大小的金色龙爪浮现而出, 围入无数枪影内。 漫天枪影突然停住, 然后无声消散, 只见大汉的银枪, 被那金色龙爪牢牢抓住。 银甲大汉大吼出声, 银色长枪再次急速旋转起来, 试图挣脱而出, 可金色龙爪上稳如泰山, 任凭长枪如此旋转挣扎, 都毫不动摇。 沈洛另一只手此刻如电击出, 只挺挺地抓在银甲大汉胸口, 扑的一声, 从其背后冒了出来。 银甲大汉动作凝固下来, 身体飞快变得半透明。 沈洛暗自松了口气, 就在此刻, 一道白光从银甲大汉虚化的身上飞出, 还没来得及看轻便一闪的 没入他的体内。 沈洛一正, 正要探查体内的情况, 眼前的金色世界突然消失无踪, 重新回到了金塔顶层的大殿内。 那个金甲天将近静坐在石椅上, 仍然是一副一孩的模样, 并没有复活的迹象。 而他自己也正好端端地站在金甲天将身前, 似乎从未移动过。 刚刚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沈洛一脸茫然, 如果不是身体还能明确感受到疲惫, 他都几乎以为方才经历的一切只是一场梦了。 就在这时, 他使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团白光, 白光一出现, 立刻扑向脑海中的神魂小人, 融入其中。 沈洛大惊, 想要阻止却根本来不及, 下一刻默然两手抱头, 嘴里发出惨叫之声。 他只觉神魂一阵剧烈抽搐, 脑袋剧痛难当, 仿佛就要裂开来一般。 好一会过去, 神魂的痛楚才渐渐消退下去。 真是邪门, 那天兵宁宁已经死了, 竟然还能发出这等神魂攻击, 幸好我神魂之力还算稳固坚韧, 否则真的可能抗不过去。 沈洛从地上坐了起来大口喘着粗气, 心有余悸地说道, 可下一刻, 他双眉一挑, 露出一丝惊喜之色。 他猛然发现, 自己的神魂之力竟然一下子提升了不少, 不仅如此, 他脑海中还多出了不少陌生的画面, 却是关于那个银甲大汉数次与人争斗的记忆及心得, 尤其里面一门快速移动的步伐和一门勇猛灵力枪法对他逼已颇深。 那团白光莫非不是银甲大汉的攻击, 而是击杀了他的奖励。 沈洛不由暗自揣测起来, 就在此刻, 身前不远处金甲天将手中的金塔突然亮起来, 并发出卡的一声轻响。 沈洛猛地抬头望去, 只见金塔最底层的塔门已然打开, 正当他想要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之时, 眼前金光一闪, 只见一粒拇指大小的金色丹药从打开的塔门之中飞了出来, 飞射到他身前, 悬浮不动。 一阵清新的药箱从上面散发而出, 很快充斥了整个大殿。 沈洛对丹药一道还算有几分了解, 一闻这药器, 便知此药多半没有危害, 从其散发出的药箱来看, 其中应该有不少大补之物, 应该是雇本培原类的丹药。 莫非, 这也是我击败那瘾甲大汉的奖励。 他心中胡乱猜想着, 身手接过了丹药, 绿意迟一后, 他仰头将金色丹药吞浮下去。 反正他现在是在梦境中, 就算这丹药有问题, 也无所谓, 大不了梦境重新来过就是。 丹药入腹后很快便消融, 化为无数灼热气流, 沿着其体内各条经络法脉朝全身各处流窜而去。 这些热流正是一股股精纯的法力, 流动间, 其身体好像浸泡在热水中一般。 沉落大喜, 急忙原地盘膝坐下, 闭目运转黄亭, 吸收这些药力, 很快将其全部吸收。 当他再次睁开双目之时, 只觉整个人神清气爽, 胸围静猛增了不少, 增幅程度不下于此前神魂之力的增长。 沉落起身而立, 活动了一下手脚, 劈里啪啦的骨节暴鸣声传出。 那不知名的金色丹药药效神奇, 他的肉身也变强了不少。 就在这时, 金甲天将双目再次一睁而开, 两道金光飞射而出, 笼罩住了沉落。 金光几乎眨眼便智, 根本容不得他做出丝毫反应, 身体再次动弹不得。 不错, 击败了天巧兵, 你若能击败我麾下三十六天刚兵, 便送你出塔, 并赠你一份天大机缘。 金甲天将嘴巴开合, 用沙哑的声音徐徐说道。 沉落文言一愣, 但不等他细想, 眼前景色立刻飞快变幻, 等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又出现在了金色空间的那个青色石台上。 刚刚那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三十六天刚兵, 莫非要打三十六次, 不过总算找到了出塔的办法。 他揣摩着金甲天将话里的意思, 心中念头转动。 下一刻, 他身前数丈之外荧光一闪, 一个身穿银甲的天兵再次浮现。 这次的是个银甲青年, 容貌颇为英俊, 背后背着两柄青色大剑, 神情同样木然, 仿佛没有灵魂的傀儡。 沉落神实在银甲青年身上扫过, 双眸咪了一下。 银甲青年的气息比之前那个大汉强了不少, 距离出窍中期巅峰只有半步之遥的样子。 不容他多想, 银甲青年已经飞扑了过来, 两手一动, 背后的大剑便已出现在手中, 双剑蓄弱闪电般的横斩而出。 呼呼两道怒龙般的剑气飞射而出, 每一道都足有十几丈长, 清光蒙蒙, 寒气逼人, 看起来不是寻常剑气, 交叉着斩向沈落。 沈落身形一晃, 双脚月影闪动, 瞬间横略出二十余丈距离, 吸收了那银甲大汉的步伐经验后, 他的邪悦步不知不觉间又精进了几分。 第三百五十九张死而复生, 沈落躲得虽然快, 可左臂仍然被剑气尾端波及, 固体精光在青色剑气之前, 竟然形同虚射, 轻易便被穿透。 扑吃一声轻响传出, 他左臂被画出一道口子, 鲜血飞射而出, 坚韧无比的皮肤竟然也抵挡不住对方发出的青色剑气。 沈落眼睛一眯, 却没有丝毫愜意, 纵身飞扑而出。 他如今这具身体的滋质惊人, 所修的黄亭金乃方寸山镇派宝典, 邪悦步也精妙无比, 只要应用得当, 越及对敌都不成问题, 更别说面对同阶修士了。 两人历时厮杀在了一起, 金光剑气也搅在一起, 形成一团宏大的旋风。 庄方倾客肩便抖了二十余个回合, 沈落默然肩带着一连串残影的飞身后退, 身上乃至手臂上又多了几道伤口, 鲜血淋漓, 看起来颇为狼狈。 而银甲青年僵立在原地, 他的两柄青色大剑赫然贯穿了自己的身体, 从背后冒出两节剑尖。 银甲青年身体飞快变得透明, 几个呼吸后彻底消失, 只留下一团白光, 朝沈落飞来。 沈落这一次没有丝毫躲避, 让其静止眉入了自己的身体。 他刚刚长出一口气, 眼前一花, 重新回到了金色大殿内。 下一刻, 那团白光便在骑士海出现, 融入其神魂之中, 剧烈的痛苦再次出现, 不过他有了此前的经历, 并未惊慌, 盘坐闭目忍耐, 坑也未坑一声。 片刻之后, 剧痛潮水般消退, 沈落的神魂之力又提升不少。 和之前一样, 他同样得到了 银甲青年的战斗经验和5G传承, 一门运转双剑如飞的剑术。 沈落心中威喜, 上一次鸡沙那银甲大汉 得到的枪法用处不大, 这一次得到的双剑剑法 倒是有些用处, 他运起黄亭晶石, 双手坚硬圣铁, 削铁如泥, 倒是可以化掌为剑, 施展一下此剑法。 与此前一样, 金甲天将手上金塔光芒一闪, 又是一颗金色丹药从中飞出, 全于他的身前。 他略意检查, 确认无误后便放心服下, 修为精进不少的同时, 身上伤势也奇迹般的尽数恢复。 好, 让我看看还有什么厉害天兵出现, 沈落战起身, 眼中战役涌现, 和这些天兵一次次交手虽然过程并不轻松, 但收获却也很大, 修为精进极快, 远远胜过了闭门苦修。 而是那些天兵的战斗经验, 更极大的提升了他的战斗技巧, 他对于法力, 还有肉身之力的操控, 也越来越娴熟。 这样的机缘, 可不是随便就能碰到的, 即便梦醒后回到现实之中, 修为宝物虽然无法带回去, 但这种铭刻于记忆深处的东西, 却是完全可以秉承的。 次两间, 金甲天将双目再次睁开, 两道金光射出笼罩住了沈落的身体。 他只觉眼前一花, 回过神来时又出现在青涩石台上。 处杖之前荧光衣闪, 一名身穿荧甲, 手持战己的瘦高男子显现出身影。 一股强大气息从其身上散发而出, 赫然达到了出窍中期巅峰的境界, 比此前更强。 不过沈落依然不惧, 长笑一声, 率先飞扑而出。 就这样, 他一次次进入金色空间, 和那些银甲天兵厮杀, 不断提升自己的修为和战斗技巧。 凭借着黄亭金和谐岳步, 他一开始还颇为顺利, 接连斩杀了五六个银甲天兵, 将修为提升到了出窍后期。 石台上出现的那些天兵修为仍然仅比他高一线, 可修为到了这个境界, 每提升一点, 实力差距都会拉得极大, 而且那些天兵修炼的功法越来越厉害, 武器也愈发精妙。 黄亭金和谐岳步的优势逐渐被抵消, 沈洛获胜越来越困难。 终于在面对一个实力异常强大, 手持双刀的银甲天兵时, 他一个疏忽, 被对方突破自己的防御, 一刀刺穿了身体。 不等他做出任何反应, 另一道雪亮刀光及弱迅雷地横扫而至, 扑斥一声, 将他的身体拦腰斩成两截。 到此为止了吗? 沈洛暗叹了口气, 虽有不甘却无可奈何, 对方的实力确实在他之上。 只是如此一来, 金甲天将给他的试炼便算是失败了。 就在此刻, 他眼前却突然一花, 却返回了金色大殿。 沈洛略微有些惊讶, 可被腰斩的身体一点也动弹不得, 眼前很快开始阵阵发黑。 一声轻响从前面传来, 他勉强抬头, 却是金甲天将不知何时站了起来, 龟黑色的眼睛看了过来, 双眸透出一丝冰冷。 既然败了, 就不是我要等的人。 金甲天将干枯的嘴唇戏动, 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然后抬手一挥。 他手中金塔一亮, 一道金光飞射而至, 金光之中引线金塔虚影, 打在沈洛身上。 扑得一声轻响, 沈洛坚韧无比的身躯好像一个鸡蛋, 被轻易碾碎, 整个爆裂而开。 沈洛眼前一黑, 不知过了多久, 重新恢复了明亮, 却出现在了金色空间的石台上。 一个手持双刀的银甲天兵站在树杖之外, 手臂正一挥而下, 两道雪亮刀光横斩而来, 正是不久前斩杀他之人。 他急忙闪身躲开, 面上却闪过一丝喜色。 差点忘了, 我在梦中是可以死而复生的。 银甲天兵手中双刀挥舞, 一道道雪亮刀光飞射而出, 如同海中怒涛, 一波接着一波, 一波快过一波, 仿佛根本没有破绽可循。 沈洛之前便是被这怒涛般的刀光压制, 始终找不到反击的机会, 最后彻底败亡。 不过他现在死而复生, 有了之前与对方交手的经验, 应付起来自如了很多。 将后躲闪了几次, 沈洛瞅准了银甲天兵连环刀光中的一个间隙, 猛蹿而出, 身体一下变得纸片般单薄, 从两道刀光间微弱的空袭内穿了过去。 他虽然运用黄亭精内肉身变化的能力, 仍然没能完全躲过刀光的攻击, 胸腹间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然而沈洛丝毫没有理会身上的伤, 身形如垫的直扑对方本体。 银甲天兵似乎也愣了一下, 双刀并拢, 横斩而出。 赤拉一道十几杖长, 三四杖刀的血量刀光飞射而出, 怒涛般斩向沈洛, 封堵住所有的前进之路。 第三百六十张收获, 沈洛两手紧握成拳, 手臂周围金光凝聚, 形成两只如有实质的向腿虚影, 向前一倒而出。 空的一声巨响, 宛若平地炸了一个惊雷。 绝两刀光应声碎裂而开, 但沈洛手上的向腿虚影也被斩碎, 拳头和手臂也被划出一条条血痕, 鲜血淋漓而下。 不过他对手上伤势毫不理会, 继续先前飞扑而出, 瞬间到了银甲天兵身前杖许出, 两手便拳尾爪, 凌空一抓而出。 两只杖许大的金色龙爪虚影浮现而出, 一只闪电搬抓住银甲天兵的两柄长刀, 将其牢牢固定, 另一只抓向银甲天兵的胸口。 天兵双刀一抖, 铿枪高明之声大响, 两道僧寒的白色刀光暴射而出, 翻转一角, 便将金色龙爪斩碎。 但是这两只金色龙爪是 沈若施展了全部法力凝聚而成的, 威力不菲, 银甲天兵斩破了一只, 对另一只龙爪却实在无能为力。 只见金银一闪, 另一只龙爪狠狠抓在他的身上。 迟拉一声, 天兵银甲被撕裂, 胸口抓出三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身体更被打得向后飞了出去。 沈若脚上月影光芒闪过, 身形一晃消失, 然后凭空在银甲天兵背后出现, 双拳如毒龙出动, 导向其背脊。 那银甲天兵虽然身在半空, 仍然没有湿了方寸, 身上荧光大放, 一挺之下凌空转了一圈, 双刀向后劈斩而出。 但沈若双脚上月影再次闪过, 人又一次凭空消失, 随即出现在银甲天兵身体另一边, 两手便拳围爪, 继续一抓而出。 他两手指尖金光抱起, 凝成剑气般的模样, 发出痴痴锐笑之声。 银甲天兵身在半空本就行动不便, 之前应付沈若的双拳已经勉强, 这两爪却没能避开, 双臂被一下抓中。 他的双臂被一展而下, 离体飞了出去, 人也被重重砸落在地, 发出喷的一声巨响。 沈若速度丝毫不减, 身形一晃出现在了银甲天兵上空, 右脚金光大放之下, 再度凝成一只向腿虚影, 重重踏在其胸口。 咔嚓一声, 银甲天兵胸前银甲被踩裂, 胸骨更被尽数踩碎, 深深凹陷了下去。 其挣扎了两下, 便彻底不动, 身体飞快化为了虚无。 接着一团白光从其体内飞出, 围入了沈若体内。 沈若仰天长长地虚出一口气, 亮枪后退了几步, 才站稳了身形。 他最后这几下看似寻常, 实则凝聚了他全部的精神和力量, 否则也无法一举剑弓。 此刻周围景色一变, 沈若再次回到了金色大殿内。 吸收掉银甲天兵的残留神魂之力, 金塔又喷出一颗丹药。 沈若一把接住丹药, 却没有服用, 起身飞掠到了大殿之外, 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 他经过前面的战斗, 已经摸清了金甲天将射人进入金色空间的规律, 每次吸收掉天兵的残余神魂, 裂化完金色丹药后, 就会再次被射入金色空间之中。 不过只要来到殿外, 那天将便无法强行托人进入试炼空间, 想在外面待多久都可以。 沈若仰头服下金色丹药, 运功练化后, 修为又精进了不少。 只是他双臂上的伤口很严重, 有些地方甚至深可见顾, 金色丹药虽然具有疗伤的效果, 却没法彻底治愈这样严重的伤口, 只能稍作缓解罢了。 沈若看了看双臂的伤口, 继续运转起了黄亭晶, 柔和的金光透体而出, 将他的身体笼罩在其中, 形成一片金色沙衣。 半个时辰后, 沈若缓缓睁开眼睛, 身上金色沙衣一闪隐去, 双臂上的伤口已经彻底愈合。 于是他立刻起身, 迈步进入大殿, 有了死而复生作为底牌, 他也有了信心继续拼斗下去, 毕竟每一次的经历都颇为难得, 生活也同样不错。 沈若一只脚刚刚踏进大殿, 金甲天将双目立刻睁开, 两道金光飞卷过来, 将其拖入金色空间。 十数帐外荧光翻滚间, 一个银甲女兵显现而出, 背后背着一张和其身体 差不多长的银色巨弓。 一股尖锐无比的气息 从女兵身上散发而出, 好像一柄锋芒毕露, 对其冲天的利剑, 比那个双刀战士更强。 沈若二话不说立刻施展邪悦步, 幻化充数到一模一样的残影, 朝着旁边横移而去, 打算先探查清楚对方的手段, 找到破绽后再反击。 只是他身形刚动, 对面银甲女兵两手立刻变得迷蒙。 紧接着沈若只觉眼前荧光闪过, 凭空出现一根银色箭矢, 朝着他的心脏洞穿而去。 他的速度, 邪悦步的诡异身法, 在这银色箭矢面前, 竟然全无作用。 荆棘之下,沈若抬手一挥, 手掌上射出一道仗许长剑气般的金光, 一展而下。 碰了一声, 银色箭矢被斩成两节, 化为点点荧光飘散。 可一股大力反振过来, 沈若的身体也被震退了一步, 诡异的身法顿时被打破。 不等他调整过来, 眼前荧光乱闪, 又有七八只银色箭矢电射了过来。 沈若面上变色, 另一只手掌上也金光大放, 射出仗许长的剑光, 他的手臂和两道剑光直接消失不见, 无数金色剑影在周围出现, 形成一个护照。 这是之前双剑影甲天兵的一门防御剑术, 他吸收了对方的战斗经验和剑法, 也精通了这一招。 匿急的金铁交机具想想起, 七八只银色箭矢被技术拦下绞碎, 但沈若的身体也连连颤抖, 再次蹬蹬蹬后退了几步。 这次他还在后退中, 眼前荧光再次连闪, 赫然有二三十只银色箭矢飞射而至。 沈若心中悍然, 直到现在他还没看清对方是如何射箭的。 银甲女兵的实力远在之前纳得双刀天兵之上, 他又坚持了几个回合, 再次落败,被数十只箭矢冻穿身体而死。 不过他很快便再次复活, 回到银甲女兵刚刚出现的时间点, 继续第二轮的厮杀。 银甲女兵的实力太强, 刚刚那一轮厮杀, 沈若到最后也没能找到对方的破绽所在, 没有把握之前只得继续试探。 只可惜, 他这一次仍然没能找出对方破绽, 虽然坚持了更久一些, 仍是已被击杀收场。